昨天突然地震 謝天謝地 謝謝所有災訪人員連夜查核各地狀況 所有部位都掌握 雖然有很靈心的一些小災損 但都即使排除也都沒有大狀況 而相關鐵路高鐵等等也都全線巡查完畢 安全才有通轍 美國五角大廈將台灣移入中國事務 那有美國議員質疑這是對北京發送錯誤訊息 也弱化台灣 請問院長怎麼看 在蔡總統領導下大家看到 這幾年台美關係非常好堅入盤石 而且美國國會一再通過有台法案 我們也看到拜登政府對台灣也多所支持 我們對於美國行政部門的相關運作都尊重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因為兩年多的疫情室內全球 如果跟其他國家比較起來 台灣因為全體國人共同努力 在防疫指揮中心的規範要求大家都配合 所以能夠防疫做到讓國外羡慕 連美國議長佩洛西萊都在在肯定台灣的防疫成績 相關很多國外的謊團來到台灣 還向我特別請教我們防疫的相關工作 希望不要到了選舉隨便造謠抹黑扭曲事實